肺炎疫情在世界多国快速蔓延 而作为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华西村 15号向非洲莫桑比克共和国捐赠了多种防疫物资 守望相助共克时间 15号上午 戴着50万只口罩6000套防护服 3000副防护眼罩的快递货车从华西村出发 驰援非洲兄弟国莫桑比克 进我们的那个面部之力 我们第一时间要去帮助他们 我仅代表莫桑比克人民和政府 对华西做出的这一重大的富有意义的举动 表示深切的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在一起 据了解 持援物资将首先发往北京 由莫桑比克驻华大使亲笔签收 随后发往该国 莫桑比克是华西践行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重要站点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华西村就陆续和该国开展交流 同时和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有合作 我们总书记更是提出了命运共同体 这个对我的启发非常大 当一个地方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要尽我们的历史能力的力量 去帮助和支持他们 据了解 武汉疫情爆发后 华西村紧急全体动员 为武汉捐助了370多万元物资 后续华西还将全力复工复产